6月8号吧,上午早晨做这个抗原啊,发现我是阳性了,然后当天呢就发烧了,然后当天发烧了,呆了两天,觉得不太舒服, 也就是11号呢,我们来到了卢山市滨海这个医院,也叫卢山市民医院滨海院区吧,住院了啊,11号做了一个CT,有个结果,反正是肺部有感染了,然后再治疗,治疗过程中, 这个,呃,稍微一些好转,后来下,呃,因为我们上午打钓瓶,下午可以回去,那下雨了呢,我们在外面凉着了,积着了, 然后就加重了,又发烧了,13号呢,就又做了个CT,就更严重了啊,嗯,就这样的话,在这个住室,又增加了一些药量, 什么,嗯,头包啊,起霉素啊,这个激素啊,卫生素啊,什么叫做上楼,啊,今天是16号,下午又做了一个CT,这个面积又扩大了, 啊,其实从14号下午,或者16,15号呢,我已经,咳血了啊,就咳在坛里面又血了,这个呼吸已经,挺,挺困难的了, 已经,梳上痒了,梳上痒了,梳上痒了,现在正梳得痒了,刚才,咱们分院的,山院长,山国庆院长,说,我这种情况, 你可以转移到上级医院了,有两个医院可选择,一个是维海市中心医院,在文邓,一个是在, 嗯,在,嗯,维海市的医院,在维海市,我,我觉得应该去这个, 文邓中心医院,把那个医院我去了,那个医院不错,啊,离咱们迎台又近一些, 他说是,派救护车拉我去,这样的话,可能接下来一下更方便一些, 他也是,出于对我们,病患的考虑吧,嗯,不怕,怕耽误, 虽然现在已经是下午可能,有四点了吧,但咱们那个,啊,咱们宾海医院的, 员领导很负责任啊,啊,决定安排的事儿,啊,我很感激啊, 现在家里人正在做准备,准备点一些,衣物啊,充电器啊,等, 啊,待会儿呢,这个,我就要做这个,叫什么车啊,救护车,这辈子也没做过救护车啊,啊,去, 威海中心医院治疗了,我相信结果一定是很好的啊,我相信我的体质,能够战胜这次病魔啊,大家期待吧,一定能够胜利,谢谢,啊,再就是呢,这些天呢,有病了吧,没怎么做片子,啊,这一段时间每天都发的片子呢, 都是,以前,嗯,积攒下来没有过啥发的啊,虽然都是第一次见面,但是有的已经有,时效性差一些啊,请大家多多包涵啊,嗯,争取好累后呢,继续给大家,每天奉献作品啊,啊,打谢关心,啊,支持帮助我的,所有的, 网友,所有的亲朋好友,我们这病房,总共是四个人啊,包括我媳妇啊,她已经,嗯,恢复健康啊,明天就能办出院手续了, 啊,今天就录的事吧,哎呀,大夫也,推的这个,过来了,哎,好,谢谢了,啊,现在,医护人员推着我,现在开,准备是,下楼,做,救护车了, 嗯,昨天,我的血氧,测量结果是,9.2啊,9.8.9,今天刚测了一下,8.2,非常低了,血氧低,很多脏气的这个血,就工艺不上了, 这就是咱们的,啊,冰海医院,哦,出来了,哦,现在,这屋特地的等着呢,哎呀,真是天心啊, 直接就能上船了,嗯,现在是下午的,呃,四点半啊,就前往,温登了,啊,哎,我们现在到了, 这个,这个,维海市,这个中心医院,在温登啊,这个月份气派,咱们救护车直接开进来, 啊,啊,路上行驶了,呃,四五十分钟吧,来到中心医院,记得就进入到这个病房, 然后,进去检测,血氧这个83,然后,血压测了一下,没告诉我,现在办手续起了, 这一条环境,他们的一部背面写的是危害急救, 我们还要做新链图,是我的, 这个91,啊,这是吸着氧的时候,现在是,这血氧91,然后,那新链图吧, 这个什么是88,血氧,脉部一百三十几, 医护人员推着我啊,这个到医病区,十四楼啊,咱们现在在, 行走在,咱们,威海市的中心医院,感染性,疾病大楼,这边, 现在已经下午可能五六点钟了吧,人已经很少了, 医院的氛围,啊,就是,五点五十了, 还背着一个打氧气包,啊,这是一号楼, 电梯,继续前进,十四楼,呼吸以微风,医学科,医病区,这是呼吸科了,不知道有没有病房, 回家床,现在爸爸安排到,治疗室,就一个病床, 现在我说的一样啊,主要是这个血氧太低了, 这里给我安排的是一级护理啊,一级护理,六十分, 嗯,病床,这是我来到,这个中心医院啊,这个病床上给我做这个检测, 现在我的脉搏速度很快,都一百多了, 啊,平常我都是,尤其是,所以心动过缓, 我的血氧呢,是九十一,是在, 冲氧的情况下,如果,不冲氧,九十一就很好啊, 我的呼吸四十三,也比较急促,如果还四十四,刚才我移动一下身体,都超高了, 嗯,啊,今天来中心医院呢,做了几个项目啊,啊, 嗯,肌脉,动脉抽血,然后血糖也很高,血糖达到二十二,没想到, 然后明天呢,还要做,这个,空腹的,血检,还有,明天还要,呃,做,大小便和盘,这个检测, 好,不说话了,像的话,这个脉搏,它都会很快,报警了,好,到死, 啊,这个,血氧一直上不去,一直,达不到百分之九十,吸的氧也不行,后来没办法, 啊,大夫就搬来了这个呼吸机,啊,就是用大管线来充氧,现在呢,这个, 血氧含量可以达到百分之九十四了,舒服多了, 也就是掌听七十四了